本土疫情款降 但是我国边境却又在验出了新兴变异株 除了BF.7之外 还首次验出了BQ.1.1和XBB变异株 它们主要都是Omicron的分支 都具备传播力增加 免疫逃脱 还有让单株抗体预防效果下降等三大特色 国内议事分析 目前要预判哪一只新兴变异株会取代BA.5还很难 但是在目前国际上最关注的就是BQ.1.1 因为它不只能逃避疫苗和自然免疫 还可能逃避药物抗体 新兴变异株扣关国门已经在边境拦查7例 除了原本只有验到过的BF.7之外 BQ.1.1和SBB变异株更是首度减出 引发外界关注 难道引爆我国新一波疫情的BA.5就要被取代了吗 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免疫逃脱能力都是强 去预判哪一只会将来成为一个主流病毒株的话 很难讲 目前来讲国际间集中注意力在BQ.1.1 其中BQ.1.1相较另外两株拥有最多的五个关键病疫未典 从它的特性来看 无论是疫苗自然感染甚至抗体治疗方法 都可能奈何不了BQ.1.1 而BF.7则是可以进一步讨一 BA.5感染后诱导的中和抗体 可能是缓慢取代BA.5的原因之一 SBB的免疫逃脱力也很强 大约是BA.5的19倍 在美国上周的确诊占比BQ.1.1和BQ.1 已经超过BF.7 而在新加坡则预估SBB疫情将会在11月中达到高峰 甚至会超越BA.5 在美国BQ.1.1以及BQ.1 已经占10%以上 我想是很有可能变成我们下一波主要的流行株 它的威胁性就会比其他人来得大 美国他们的一些专家 它是一个非常病的头痛的一支病毒株 B株虽然很多 但医界认为普遍是致病力减弱 传播力增强 因此病毒监测一定要落实 民众日常防护措施也要做好 且战且走 积极应对 G9运营 白天特朴斗